这个村子确实我一来就喜欢上这了 真的是特别宜居的地方 我们展的是自然 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重新去知道 就是好的农业 好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到这第一件事情 就先做了一个水样和土样的检测 发现它达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了 带着大小朋友们一起来去工作 去收获 从土地到餐桌的食物制作者 这边土地里面展什么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怎么样的美食 在这边采到的蔬菜 它是带着蔬菜本身应该有的味道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让孩子和大人 重新听到虫鸣鸟叫 重新去知道 就是好的农业 好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为这个小山村设计了15套民宿院落 长城我们也上去看 那它里面的这种很多个拱 然后我们用这个拱 做了很多的门窗 长城的文化移植到这个建筑里面 它一定是跟周边的环境文化有粘性 所以我们用美术馆的概念 来做了这些民宿的院子 更多吸引城里的年轻人来消费 看 写法走在第一个 是不是 这个绿色的叶子就是爱蒿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们采下来 晒干了能屈蚊子 我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原生态的小村子里 把中国这些传统习俗给它还原 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体验一下 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村庄 人文文化也是我们不可复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内容 真的很真实 很純实 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理念 都给这个村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把这个村子当成自己家 这个村子也把它当成这个村民 融入这个村子里面 我觉得我跟村庄共生 跟村民共生 我们希望把年轻人能吸引到我们乡村里面 重新找回一根土地链接的感觉 这个村子都是iks. 我觉得我覺得不一定能抑制啊